请说出您的诉求 单位欠我40多万元的劳动收入 我在这里想问一下专家律师 还能不能要回来 在工作单位欠了你40多万 所在的工作单位 为什么会欠这么多呢 它是以各种理由 苛扣的奖金 工资 所以是您按照自己的一个工作情况 自己算出来的 是 自己算出来的 是按照天津市的最低生活标准 我打到12315 我列出来了一个收入那个表 用天津市最低的生活标准公司 减去我的收入 剩余的那个就是它要赔偿我的 40多万这样的数字是吧 对 这个事情刚才听你的描述 已经困扰你很久了是吗 是的 应该是从2001年下岗开始 到现在90年参加工作的时候 我是被分配到了一个新的药店工作 领导派过去了十名正事工 五个临时工 到了那个1999年12月份开业 2001年的3月1号让我下岗 因为单位是大约是一百零几个人 临时工都没有去掉 或者他就让我一个人下岗 当你下岗了以后 当时我们那儿效益特别好 是92年的时候 印象特别深 92年的时候我们那儿是开一千二 在外边打工的那个 我记得是开七百或八百 顶多了 有一个同事 他也许是知道了一点点 他说小沈长小沈长 你怎么下岗了 太可惜了 现在那单位那是开的是一千二啊 他说的时候实际上 我没有代表情 但是我心里特难受 我三月一号正式下岗了以后 三八呢 每年我们都发福利的 所以说没有人给我打电话 我就是三月底或者是 那个反正我都是四月初的时候 我就跟工会主席 我打了个电话 我说对那个 我说主席 我说咱们那个三八福利节 那个发了吗 他说发了 我就知道了 我没有点电话 我就去单位了 去单位了 我就跟那个 我说那个张主席 我说我领三八福利节 那个发的什么东西 他说没有你的 我说为什么呀 你不是在编的人员 我说怎么不是在编的呢 那意思你下岗了 就这一句话我就走了 我为什么 2001年三八福利节 他不是发了多少钱 多少物的 就是有一块肥皂 我认为也有我的 所以说我记得今天 我不记得他这个发的是什么东西 是多少钱 我又为什么记得 这么记忆犹新呢 因为当时我是有烙印的 也就是原本好好的 我在这个单位 突然就让我 什么事都跟我没关系了 对 这个事情对你有多大影响 影响太大了 你比方说 如果你要是调到别的地儿的时候 职工啊 或者是主任啊 我感觉有一些 对我有一些异样的异光 让我感觉到很没有面子 但是我还得是笑容满面地来对待 就像没有事一样 就是有什么事有什么苦楚 都是自己回家里再去 闷闷地这样默默地去消化 就下岗在家的那段时间 其实情绪非常低落 我记得有一次晚上 睡不着 叫了 再说 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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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sual 吼 吼 我要通過法律途徑 因為我想會用過激的行為 但是因為我總是看 咱那個法律頻道 我想多多少少 我也學到了一點點 可能是我不想用這個 過激的行為 我想用法律的正規的途徑 去解決半夜的時候 突然那樣子的一個變化 其實到現在 嗯嗯嗯嗯 你想睡得起 你半夜 你睡覺一點困意都沒有 你知道嗎